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用丢 可是我跟你 跟你们报告一下 香港加油 四个字 已经成为 一种罪 一种罪情 您是现行犯了 一个航空公司的飞机师 前阵子 喊了一句香港加油 然后已经给 辞掉了 毫无原因的辞掉 然后进一步 这口罩 戴这个口罩已经成为一种罪 然后 很辛苦的戴一个口罩 讲话都有点不清楚 然后戴口罩的话 三个人在SARS的时候 已经每天戴这个口罩 好 拖下来 进一步戴这个口罩 甚至在脸书上面 发一个这样子的 都已经是有罪了 再进一步报告一下 更荒谬的事情 有一个比较年轻 因为现在年轻人也是罪 然后穿黑衣也是罪 这个还好 我有白色的跟橘色的 我就暂时安全 穿黑衣服有罪 然后年轻也是有罪 然后曾经有一个年轻人 随便 他真的是普通的市民 他买了一些鸡蛋 然后警察就搜查他 搜身 然后就 请问你这个鸡蛋 有没有收据 有没有发票 上面没有发票 有没有收据 差一点就问他捅鞭了 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 就结问他 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的鸡蛋 然后年轻人就说 我有吃饭哦 什么时候变成买鸡蛋 需要证明我不是偷回来的 因为他没有发票 怀疑他是一个鸡蛋 是一个 是一个有危险性的 攻击性的武器 这个是真能真实 后来 当他为难他一下 抓回警察局也是 没办法的 这是烂骨的问题 这样下去 我觉得 就越来越有问题 香港一定有这种情况 只会继续 只会 不是明天会更好 我肯定明天会更快 通过之前几个例子 我想想一下很多旁观者 或者是中立者 所谓的中立者 或者是还没有睡醒的人 他们用旁观者的心态 常常就说 香港你们这些抗政者 就是在破坏香港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观 就是法治观念 可是我想 可是我想跟他们说 所有抗政者那些 哪怕是 哪怕有一些行为 我是不同意的 破坏的行为 可是他们只是破坏了社会的秩序 他们没有破坏法治 请问 所有的人民 没有权利的人民 有这个能耐 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权利 去破坏所谓的法治吗 有这个能力